好 回到節目現場 講到蔡壁如 先來請教時期一下 因為真的覺得很好奇 蔡壁如不讓人抓去刮 那他出來 他一下又過火爐 然後呢 又說要吃豬腳麵線 好替阿伯去梅韻 要吃豬腳麵線 那不就等阿伯出來 才煮給他吃 他早就先拿他吃 那是什麼意思 坐太早了 就是通常都是從裡面出來的人 才需要過火爐 要吃豬腳麵線 去去煤氣 然後要先到一個地方去洗個澡 然後才回家 他坐太早了 他現在就在做 還沒怎麼出來呢 現在先預演嗎 但是會不會預演成空呢 而且天主教非正式牧師 天主教沒有牧師 不好意思 你找錯人 對啊 非正式牧師 也是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說的 牧師是基督教 所以天主教是沒有牧師的 所以你看起來就是 想要幫阿伯祈福 可是都這個 找不到人嗎 對 找錯人的 可能功效會折扳 會不會 哇 沒關係 我們還有請殺戮的道士 人家還有另外一種 還有另外一種的神力加持 中期何必 就是東方西方 一起神秘力量來幫人 但是這些都無際於事 重點是在於事實面 因為現在問題就在 檢方在調查 他是根據事實面 檢方不會根據這種 神靈的指示 然後來作為這些起訴與否 或者是積壓與否的判斷 所以問題還是在本案 好不好 要講事實 不要講一些怪力亂神 不要用這種 憑空想像這種 人力無可控制的這些神秘力量 然後想要來去影響 民眾的認知 或者是去影響檢察官的辦案 所以 小草為什麼會去聚集到這種方式 我覺得他們也的確是 因為他們挑的大渡山 也是蠻神奇的 大渡山就是一個比較 這個 賞夜景很好的地方 跟有人在補充 現在要逛大渡山 大家想不到 這太神秘了 太神秘了 通常這種神秘 通常我們的常識 神秘宗教組織都會在一些 比較偏遠的山上啊等等 電影也都表演嘛對不對 好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對於這些 柯文哲的知識者來說 他們也可能走投無路 他們也沒有別的方法了 已經不知道怎麼辦 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們只能求這種 心靈上的這個寄託 但是這些東西都 這個無濟於事啦 對於蔡壁如來說 她比較應該要去處理的是 跟洪建一之間的那封 神秘的朱雅虎的信 因為朱雅虎作為一個 中石化子公司頂月的董事長 他被這個給這樣子 董事長一個月領四五十萬元的 薪水的職位 他最大的公用 以及神慶經對他最大的 這個任用的功能性 他的目的就是要處理 就是要處理金華城 所以對於朱雅虎來說 他一定想方設法去找各種 有可能有決策權 有影響力的這些市府官員 所以呢他跟這個 映小薇這邊 然後他也會跟市政府這邊 的關鍵性人物 有聯繫有來往 這是合理的推斷 那至於他怎麼稱呼蔡壁如 是叫壁如姐還是叫蔡姐 這些我不知道 那但是縱觀在這個2017年 2018年的那個時間點 市政府具有關鍵性影響力 姓蔡的一定很快就可以查出來 就是清清楚楚 那一定沒幾個嘛 說不定就只有一位啊 對當時蔡英文沒有在市政府 OK所以蔡壁如不用在那邊 東拉西扯 那所以他有沒有這個更多的資料 洪建益的說法是有 他有蔡壁如的手遇 所以呢當你這個蔡壁如 如果咬到底 然後又不敢告 這件事情難免會起人疑鬥 這就奇怪了 對對對 那所以接下來 洪建益是像切香腸一樣 一點一點丟資料 看你的反應 我在決定丟什麼資料 這一招也是哇 這個是很有策略 很有計謀啦 洪建益 那所以蔡壁如在 在金華城案有沒有扮演 怎麼樣子的角色 靜待調查 洪建益確實手上一定還有一些資料 還沒有放出來 因為委員我們現在光看到的 洪建益他現在看得很財大 他說蔡壁如跟朱雅虎 到底見過幾次面 這個蔡傑啊 你要不要自己講清楚 因為他說爆料者說 親眼看到了就不止五次喔 那不過呢蔡壁如 他不認自己是蔡傑 他說搞不好是寫給蔡英文的啊 那這封信沒有辦法證明是給我的 我2019就已經離開台北市政府 已經跑去阻擋了 洪建益你演過頭 你說什麼 爆料者親眼看到不止五次見面 人家他說他也可以發不在場證明啊 這樣就是趕快去告啦 蔡壁如趕快去告洪建益 要告點了 要告這麼快 就是告他整個事實到底 就能夠真相大白嗎 就是說這個8月3號什麼以後再約 那是不是蔡壁如所寫的字 或是說8月3號之後 那是不是真的這個重要的 那時候的這一個都發局局長林中銘 有跟沈靜晶見面的 的確是有嘛 那什麼人有的 對啊對啊 這是誰約的嘛 那對這個其實 這個蔡壁如要講清楚啦 那我今天說這個蔡壁如 他不是說貴會嗎 對 這個是豬腳面線 難怪現在有人說 這個是不是民眾黨 已經變成一個宗教組織了 他用這些來鞏固這個小草 是 那有人說 那這個客觀者還在裡面 為什麼蔡壁如這麼早就要這個 貴會過自的喉嚨 對 他各位 取代第四台的最佳選擇 最多免費live頻道收看更自由